一辆卡车急迟而来 司机却在地头玩暑骑 黄金时刻 狼海的父亲及时出现 救下了他 然而危机还未解除 车子巨大的惯性 导致整个车厢冲了出来 前面的小女孩 已经来不及闪躲 她被直接粘压了过去 等父亲前去查看时 女儿已经没有了呼吸 很快女孩就被下葬 可到了晚上 父亲又悄悄拿起了铁球 来到坟前 家女儿又给挖了出来 接着 他家女儿的尸体 抱到了宠物风场 在地上砸出一个垛后 他将女儿放了进去 并用沙土掩盖 据说这样做 能使人气死回生 等回家后 父亲将女儿的衣服准备好 等待奇迹发生 到了午夜十二点 门外想起了动静 父亲赶紧出去查看 地上出现了脚印 他沿着痕迹一路追踪 此时他来到了地下室 突然他听到 女儿真的回来了 他激动地抱紧了女儿 开始给他冲洗干净 可在给他梳头发时 根本梳不下去 拨开一看 女儿头部的风部 一息可接 他没有多想 就这样 父女俩平静地度过了一晚 到了第二天 女儿又穿上了 那条下脏的脏裙子 而且脾气也变得一场火爆 父亲忍住怒火 这时 门外想起了开门声 是妻子回来了 这件事情已经无法隐瞒 他将女儿叫了过来 妻子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即便女儿抱住他 也不敢触碰 恐惧得他抱着儿子赶紧离开 这母亲不甘心 女儿拿起了藏在藏地的刀 趁他不注意时 一刀 结束了母亲的性命 接着 他将母亲带去了宠物风场 意识到我对近的父亲 立刻追了出去 没想到 女儿从后面袭击了他 拼命访开后 父亲占据了山峰 他准备杀死女儿 结束自己错误的行为 就在这时 一把刀子创唐而过 妻子复活了 他们一见四口 又可以在一起了